一旦使用过火柴 所有的木偶之间就会发生一次 豆子的环蒂 凡是拿到过黑豆的人都会变坏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好人可以变坏 这个人反而言好人 叫不好人 还有一句话 一旦使用过火柴 所有木偶之间就会发生一次 豆子的传递 不是 传递是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橄榄意思 那不就坏人会越变越多吗 是这个意思吗 谁传递 有黑豆的人传递吗 这个传递是随机的吗 大家收到的卷轴 律师长这一轮可能会有 深圳的转变 一旦使用过火柴 你们各位就需要进行一次 玲珑球的传递 刚刚因为使用过了火柴 所以马上我们就要开始 今天的第一次传递 他现在不能随便烧了 烧一次就要传一次 我以为他是一定要转一个 原来锁定个坏人 选球还可能是三分之一 三选一 现在这个传出去了之后 这个概率就更难了 我有个问题 就是比如这个人 他之前是有个黑豆的 他这个黑豆然后传出去之后 他是变成三颗红豆 所以我们去验他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坏的 是的 这也太难了吧 其实咱们就是不用找坏人 就找豆 找豆 对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传递玲珑球之后 你们可以再次确认身份 只要拿到过装有黑豆的 这颗玲珑球 在今天的这场任务中 你的身份 就永远都是坏身份 坏人的目标 就是要将场上所有的人都变坏 而需要提醒好人的是 你们的目标不是找出所有坏人 而是要将三颗装有黑豆的玲珑球 找出来被销毁 接下来 你们要按照木偶放置的顺序 站在放有自己玲珑球台子的左侧 你又漏了一颗了 打开过的已经被销毁的球 就不能拿了 不知道怎么传法 现在每个人同自己左手边人的台子上 任意挑选一颗玲珑球 左手边人 谁拿我的 我拿你的 诚哥你应该拿我的 我想知道我怎么办 你这手握手拿 是不是对我太过分了 不过分你腿长 反递开始 我可不想办 你算什么 我还是能够 现在没救我 然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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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请增别前往左右两边的台字 来确认你抽到的球是什么颜色的 先看你们刚才抽到的那一颗 我没看错吧 谢谢三号球 这枚球是刚刚我从范长长那拿来的 黄 我现在给你打开 我是好人吗 我是三个红豆猫 再给你看看其他的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比较傲啊 你比较傲啊 在当年的一次演出中 我发现我的心脏和其他木偶的不一样 不全是三颗红豆 而是两颗红豆和一颗黑豆 黑心 我要让所有木都熟悉了 我叫你 ühre